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看一下 你可以看那個 我是放在第一個單元 所以你要找的話是從雲端白板裡面 找到這個 第一個單元 一樣上個禮拜放的那個地方 就是 在這裡 切到按鍵 那我有把它貼到這邊 貼到這第幾頁 第五頁的地方 所以第1個step 第2個step是把它貼過來 外面包ifl 有沒有 ifl然後先禮 然後再區 有沒有 外面其實就是 剪的時候記得不要等號 什麼時候等號什麼時候 可能要慢慢要掌握 然後你可以先把它從這個貼下來 就是改成入接道 其實就ok了 入接道部分 這個改下來的話 我把它mark起來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不過剛剛好像多mark 就第1個放在這裡 然後里再區 然後在這個地方 其實把上面拿來改就ok了 那上面這個你也可以把它想像成VBA裡面A 這個想像成VBA裡面B 最後的話再把這一段放到這裡 放哪裡呢 其實這一段的話基本上是貼兩個地方 一個是貼這裡 這個是第一段貼第一次 這就等於A 這個A加1 加1這個地方不要 A加1 這個這一段有沒有 那第二段的話就在哪裡 減的後面這裡有沒有 就這一段 那再來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吧 那就是這一段 這個是A的部分 那B的部分就在這裡 這一段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可以 兩邊可以照的出來的話 那應該很快可以做出來 但是老實說真的 還是不符合人性的 我覺得還是寫VBA比較好 所以兩者之間你可以比較一下 那什麼情況下 該用什麼樣的方式解決問題 這個都沒有標準答案 你的老闆不會說 你一定要給我用 用公式才可以 你寫VBA不允許 沒有這種管理用什麼 反正你給我資料拿出來要ok了 對不對 老闆還會去管那麼細的東西嗎 對不對 ok 而且說真的 以後你寫什麼程式 他也不會管你嘛 你愛寫Python 寫VBA寫什麼 管你的反正你 做出來就對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 這第一個 所以這個公式部分的話 我又把它放在雲端的第五頁上面 請各位自行再去參考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還有剛剛馬上就有同學 從哪裡呢 從那個什麼呢 我剛剛講的全部資料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馬上下載馬上出問題 什麼地方有問題呢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常用的資料像什麼 投資理財 ok 可能你們現在還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們現在還沒開始賺錢 如果以後的話 有一點投資理財 服務分類裡面 然後呢 假設我找一個 找一個最多人用的 就是瀏覽次數最高的 由多到高 多到少 然後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什麼 這個叫盤後資訊 有沒有 個股日成交資訊 你把它點擊之後 那當然它是一個CSV檔 沒錯 那按照我們之前的邏輯 把它怎麼樣 把它展開來的話 直接把它點開來 這個把它直接點開 點開之後的話 並且下載這一個 那特別重要 下載在這裡 你把它點擊 然後再開啟的話 就 理論上應該會正常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它點擊下載了 再開啟它的話 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的話 全部都變亂碼了 ok 那為什麼變亂碼了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最大最大的原因 就是 微軟的系統 跟現在其他軟體公司的 用的編碼方式 就是不一樣 其他的編碼方式 其他家的編碼 都用UTL8 U理論上是指的是 那個UNICOR UNICOR 然後呢 但是微軟現在還在用 比如說 反體中央就BIG5 BIG5 或者另外有一個名稱叫 ANSI ok 或者叫什麼CP2 等等啦 反正名稱一大堆 就是它就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 那你想說為什麼它 因為它如果用的不是 Excel來存檔的話 它就不會存成BIG5的格式 而是用UTL8 所以UTL8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那它會是亂碼 那怎麼解決最簡單 其實跟各位講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把剛剛那個下載有沒有 找到這個檔 最簡單的方法有一個 第一個 你可以按右鍵 你不要直接 左鍵兩下開 你就是按右鍵 然後開啟檔案的話 記得你用記事本來開 這個方法是有點是取巧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有沒有 用記事本 記得 右鍵 開啟用記事本 然後你只需要 把它這個檔案 我用開這個 開啟記事本 那你會發現記事本裡面會是亂嗎 沒有亂嘛 你會發現記事本還比一次又厲害嗎 當然不是啦 那以後用記事本就好了 OK 可是記事本 頂多就是可以幫你轉檔 怎麼轉呢 特別重要 另存新檔一下 特別重要 檔案的另存 如果你不要變亂碼的話 有一個地方 特別特別特別重要 哪裡呢 有沒有發現 有個地方 叫做編碼 有沒有 它現在是什麼 UTF8 也就是說 非微軟陣營都是UTF8 但是只有微軟不用UTF8 所以你只要用微軟的產品 那就跟別人不相容 所以有RAM 其實大部分都是微軟造成的 是不是 不過微軟就說 哪是我的問題 它就說 你看 那個Windows市占率誰最高 Windows佔多少 好像有八成以上 對不對 Office佔多少 至少也是九成以上 那我市占率這麼高 我為什麼要跟別人一樣呢 我應該是我最大的嘛 那是你們跟我不一樣 不是我跟你不一樣 你就講反了吧 就是 它是老大嘛 所以沒辦法 OK 那怎麼辦 不管啦 反正他們之間大概不可能有統一的 就是共通想法的一天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只需要什麼 令存新檔之後 把UTF8改成什麼 改成ANSRE 這個格式有沒有 按儲存 要不要取代 要不要取代 OK喔 這個時候這樣OK囉 所以 計事本 它的任務就達成了 關掉 再來你就再去開它 點兩下 打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再把它選起來 快點中間兩下 把它藍框調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整個個股 的資料呢 就全部下來 而且都沒有亂碼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假如說 你現在是遇到什麼 亂碼的問題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怎麼樣 按右鍵 用計事本來開 把它另存一下 試試看好了 如果你們 我這邊是利用哪一個 利用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的那個 全部資料集 我是找那個投資理財的 你們也可以再找找看 其他應該還蠻多的 投資理財裡面的話 我是找那個 瀏覽次數 由最多到最少的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在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所以要怎麼解決 這種資料的下載問題 這個當然第一個 你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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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事本 按右鍵把它開起來 另存成ANSRI 再用Excel開啟 就不會是亂碼了 OK 那這個方法 是解決方法的第一招 OK 那有沒有別招呢 其實也有 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當然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